这个包子馅真的太奢侈了 满满的小龙虾 我太喜欢了 虾尾先来焯水 今天做一个小龙虾包子 葱姜料酒去腥增香 大火烧开捞出来 还是老化作 洗干净吃了放心 起锅倒油开小火 一大勺豆瓣酱 一块火锅底料 小火炒出红油 葱姜蒜下锅 放虾尾 加点生抽 白糖提鲜 丢丢食丧香 来一瓶啤酒 枝子收干出锅 虾尾里边的肉取出来 加上两勺辣椒油更香 大家觉得这么多馅能做几个包子 发好的面拿出来揉光 下成小面剂子 再把小面剂子揉光 擀皮包包子 把馅夹足 包了整整十个包子呀 比我想象中的要多一倍呢 还有三个馒头 上汽之后15分钟 煮一个紫菜蛋花汤 时间到 哇 这也太美了 出锅了 油都马上滲出来了 这个包子馅真的太奢侈了 满满的小龙虾 大家给老猫做的小龙虾包子 打个分 满分十分 六分以上帮我点个赞 开店开店 做饭做久了 颈椎就要正活动呢 太满足了 吃了还有点约人 配上紫菜蛋花汤 太爽了 太滋润了 一口下去就是七八个小龙虾 麻辣的味道爽得很 小龙虾的口感还筋道得很 必须得喝个汤 要不然太椰人了 家里有小龙虾的话 可以试一下包成包子吃 美得很 拜拜了